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说到糖尿病的神经病变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 也是糖尿病足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当你在一场生活当中 发现自己的腿上或者脚上 有以下表现的时候 请务必尽快就医 因为这些症状 很可能是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在作祟 首先如果你感觉到腿部的发凉 对温度感觉变得不敏感 甚至在洗脚的时候 无法感知水的温度 这很可能是由于血液循环不佳 导致的周围神经病变 这种病变可能导致你在洗脚的时候烫伤 从而增加糖尿病足的风险 其次如果你的腿脚对于疼痛感觉迟钝 比如说皮肤擦伤 刺伤或者烫伤之后难以觉察 这可能导致伤口不易被发现 进而增加糖尿病足的风险 此外你可能会感觉到腿脚部位麻木 有一些袜套感 采棉花感 还有蚁形感等等 这些感觉通常是一个对称发生的 逐渐的向上发展 从脚趾开始发展到腿和上趾 最后如果你的腿脚突然产生一些剧烈性的疼痛 像挣扎 火烧 便积一样 或者轻微触碰就痛感强烈 尤其是在夜间加重的时候 这些症状应该引起你的高度警惕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 切勿拖延应该及时就医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这些症状可能与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有关系 但并非特异性的表现 其他疾病也可能导致一些类似的症状 因此如果以上的症状持续的存在或者加重 建议咨询医生进行一个详细的诊断和治疗 好了 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